近期,经济学家、中央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在中国财富管理年会上表示,扩大居民消费是发展最根本的目的。居民消费是我们现在以及接后面临的最大短板,既影响着当前经济运行,也关系着长远的长期向好。 杨伟民所言不虚,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,与投资和出口并驾齐驱。居民消费的增加可以直接刺激生产,促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,从而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。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,今年11月份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0.5%,城市下降0.4%,农村下降0.8%,全国居民消费价格环比下降0.5%,城市下降0.5%,农村下降0.4%。 消费价格下降,侧面表明居民对某些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减少,这跟经济放缓,收入增长减缓,或者消费者信心下降等因素都有关系。 而杨伟民此前说过,消费减速的因素有很多,包括居民收入增长放缓,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,就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,高房价及房贷在一定程度上挤压的消费。 对此,相信很多人感同身受,为了买房,很多家庭省吃俭用,面临着沉重的经济压力,高房价和房贷不仅挤压了家庭的日常消费,降低了生活幸福感,还可能抑制他们的投资意愿和未来消费预期。 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。 房地产虽然是家庭的重要资产,但有可能是负资产,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大家的消费水平,买房后有的人为了能按时还房贷,不敢消费。 对此,杨伟民也提出了建议,表示要推动住房制度改革,新的住房制度不能仅限于满足城市户籍人口的住房需求,现在还要满足3亿左右非户籍人口在城市的就业、居住。 而且,也要提高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,促就业增收入。 经济学家的话很实在,现在楼市在政策调控上进一步松绑,但是老百姓的钱袋子还没充实起来,而且房价依旧高昂,所以有的人即使想买房,心有余而力不足,消费水平无法提升。 未来政策上还得继续发力,完善保障体系,促就业,降低家庭对未来的担忧,从而提升他们的消费信心和预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